當鋪取回 之前是不是向我們錢 借當鋪,當鋪看到他的車子在這裡 以為他還在開,車忙不拖回去了 我發現我車不見了 這個車是我的 他人呢? 他人我不知道 我讓他開了大概20個月的車 他沒有繳我半毛車租 沒有,當鋪就是開這台車 來這裡借錢 那麼久沒有繳,你有辦法拿開這麼久? 對,他就沒辦法了 我做人比較好,你知道嗎? 他說是他的也要有靠行契約書 也要我跟他... 有啊有啊有啊 他有靠行契約書 這個陳先生給我偷刻印章 我們靠行契約書來一下 等一下 那台0336不見了 那台那個有沒有 零元租車那台啊 嗯 0336啊 Artist啊 為什麼那台不見了 我們停下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那台車要倒下去了 就放這裡了 好像被拖走了耶 對 是不是地上有發現對不對 對啊 那台摩托車壓著 這個我們之前 我們那台我們乾爹零元租車對不對 對啊 車停在這邊嘛 對啊 就要合法的位置嘛 對啊 我講這個車怎麼不見了 這台摩托車下面 這邊有他們家電話耶 這是什麼脫掉廠嗎 不是 上鋪取回 他之前是不是向我們錢 他有借當鋪啦 他借當鋪 上鋪看到他的車子在這裡 以為他還在開 車幫我們拖回去了 嗯 我們上次打電話給他 上面有電話嘛 這種鳥事也會還 民國幾年還發生這種事情 有些當鋪 當時為了要放款 急不折時 你知道 有的司機 明知道他是租車的 叫司機去偷科公司的印章 代表說車子是他的 他好像是無辜的第三者 好啦 可是他 會不知道這是車廂的嗎 他知道啦 有的就是 我剛剛講的 偷科車廂印章 還是有這種事情耶 那 這一家當鋪 我們剛好抄他的電話 我先打電話給他看看 那通常我覺得啦 楊哥你覺得電話內容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耶 他會叫我拿錢給他啦 哦 對啦 我們臨原租車那個 他是欠他多少錢啦 他叫我要跟他 要給他多少錢 他車給我們欠啦 一般都是這樣子啦 但是 我們從以前 大家都有一個不成文的默契 因為明知道車行的出租車 當鋪你還是要放回來啦 因為 真的是 大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啦 那我們現在我先 跟他聯絡看看啦 喂 哈囉 你好 請問是月豐當鋪嗎 對 你好 那個 我姓林 你們 我有一台車 我這邊是計程車行 有一台車 TTG0336 那司機應該叫陳文彥嘛 對不對 對 OK 那 我是他的車行啦 因為我的車子停在松河街這邊 那我在地上 我發現我車不見了 那我地上有你們的字 那這個車是我的耶 我牽回來的 你牽回去的 對 我牽回去的 他仍呢 他仍我不知道 他還欠我一堆錢啊 我讓他開了大概二十個月的車 他沒有繳我半毛車租耶 真的假的 真的他 對不對 一腳就沒辦法叫耶 那我想說我車停在那是一個合法安全的地方 那我今天想說我車怎麼沒去 因為我自己停在那兩三個月有了耶 有啊 對 沒有 因為他當初他當初就是開這台車來這裡 來這裡借錢啊 他跟公司租車呢 這台車是我的耶 嗯 對啊 對啊 他是跟我講說那車是他的啊 那他也有靠行期約書啊 他有嗎 蛤 他說是他的也要有靠行期約書啊 也要我跟他 有啊有啊有啊 他有靠行期約書 他在我們這裡有簽啊 有簽靠行期約書 啊公司的章呢 是他蓋的嗎 因為你要有靠行期約書才是證明是他的耶 對 因為他在我這邊是租車合約啊 我沒有跟他寫過任何靠行期約書啊 啊不是前陣子才出車貨嗎 沒有他差不多十二月的租運 我車禁回來 十二月車啦 沒有差不多三個月了 他就缺我錢 他現在因為紅單違規幾點三十幾點 所以我車禁回來啊 不是喔 對啊 對啊所以是不是你把我騎起來 是不是大家等不到五歲的 那五千點多看看 因為我是在等他來找我 我看我不知道要被出現耶 你知道公司在哪裡嗎 我不曉得啊 你不知道齁 我們公司在松山這裡啦 他有給你看紅區約書嗎 有啊 他有給你看紅區約書喔 有啊 他有給你看紅區約書喔 我先給他看看 因為你在等他打給我 等他打給你 你車什麼時候給我拖走的 你車什麼時候拖走的 車子什麼時候拖走的 昨天晚上啊 昨天晚上因為我就有前兩天有看到 昨天晚上就是二零三月幾號 三月十四號 好我 我留我電話給你齁 那麼久沒有酒啊 你有辦法拿開通酒嗎 那我就沒辦法了 我做人比較好你知道嗎 不是不懂啦 他都給我按啦 他以前的車座就沒辦法 一個人都會給我按嘛 按說要怎麼拖嘛 都沒有拖嘛 要不然我找不到人啊 要不然我找不到人啊 要不然我找不到人 要不然我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我叫人找車子 車給他砍回來啦 OK 好好好好 拜拜 大家有沒有看到喔 好玩啦 他有說他有說 這個陳先生給我偷刻印章 靠航七月書啦 以前以前都這樣啦 好啦 那我們就先到這裡啦 我們等他如果有跟我回電 後續怎麼樣 我們再來給他處理啦 你覺得車會還我嗎 很難說耶 要還我啦 他應該會還我啦 一定會還我的啦 現在不可能 大家為了這個幾萬塊 大家在那邊那個吧 對不對 而且我受害者咧 我二十個月沒收到租金 我想說我今天車被拖走了嗎 我們那個合法的位置咧 好啦 我們開始等一下再跟大家講啦 欸 月豐當鋪嘛齁 欸 你好齁 我是那個TDG0336的車行 我上禮拜我有打嘛齁 今天好像第五天嘛齁 想說欸你好像都沒打給我齁 還沒打啊 他沒有打給你齁 你說誰有沒有打給我 陳文彥啊 陳文彥啊 他不會打給我啊他打給我幹嘛 你有打給他嗎 我我也不會打給他啊 他欠我二十個月的車 我打給他幹嘛 因為車子產局是我的啊 車不是他的咧 我跟你講啦 我知道啊 所以說我們這個車要怎麼牽回來 你應該要問他吧 你 我問陳文彥 對啊 我問他 對啊 為什麼 他拿你的車來這邊 當然你要找他啊 不是啊 你這樣可以call他的車喔 蛤 如果說照你這樣講 你這樣可以牽他的車 我用另外一個手機 我用另外一個電話打給你好 我真的聽不太清楚 嗯 他用另外一個電話打給我 他說 我要打給司機 哇賽 好啦 他可能齁 當中有一點誤會啦 我們就等他打來 唉 我等一下來跟他問我要多少錢 來輸這台車嘛 這樣好不好 所以你真的要花錢來輸嗎 不可能啊 我車就丟著我都不要 他把責任推給那個司機齁 嗯 欸打來打來齁 你說我跟陳文彥聯絡幹嘛 我跟司機聯絡幹嘛 因為這車我的耶 我車紅的車耶 對啊 我們一般 你們應該如果知道車行車 應該不會去call 因為我跟很多 賬戶的技術齁 大家都有這個默契的耶 對啊 因為這台車不是新耶 這台車不是新耶 你都堅持說哪個車是他的啊 他堅持你比較長的 所以你幫我問一下吧 你們連照會都不用照會 你當時放款是誰啊 我不會擋人家財路 大家身材也是要有到嘛 司機的靠航車 上面有沒有他的自備車身 他有沒有家住姓名 沒有啊 他沒有家住姓名啊 你們要借他款 就這樣子相信司機 你不會打電話來公司 像一般當鋪 像我齁 因為我跟當鋪接觸也很多 那我們的店名齁 大家也知道啦 一般來講 現在不會有人在那邊扣車上的車耶 因為如果今天是司機的自備車身 齁 車給你靠去就算了 沒關係啊 他要欠我航費 他也沒給我啊 我看我怎麼算得到 問題是這台車是我的耶 這是我的出租車耶 我說什麼耶 大哥 為什麼你現在一直不跟他聯絡 不是 我跟他聯絡幹嘛 對啊 對啊 我不用跟他聯絡啊 他欠我20個月的車數 我不用跟他聯絡啊 因為 這個東西齁 我們現在等於是三方啦 啊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常常在借那個小房計程車啦 啊照我的實際操作的經驗齁 大家有個默契在啦 你當鋪要借錢 你會比較常來車人問一下嘛 不然你不管就他 三萬五萬 八萬十萬 要不然他要勾起 怎麼辦 對吧 我知道你們要賺利息 但是這個東西齁 大家 君子愛財取之有到啦 啊這車我的耶 對啦 這樣子好像不太對啦 因為你們要坐計程車 你要坐個人行 做合作車 行照有他的名字 你們要怎麼做都沒關係嘛 嗯 那你是老闆嗎還是 對啊 你老闆嘛齁 老闆 你是那個郭先生是不是 對啊 喔可以可以 郭老闆啦齁 你看我上禮拜五到 今天禮拜三嘛 五天了嘛齁 我出頭到尾 我都沒想要問他欠你多少 因為那個不關我的事啊 因為我的車子 就是被你扣走而已啊 對啊 對啊 蛤 因為我跟你說啦 你扣我這台車齁 他也穿不到尾巴 還是要怎麼 有尾巴巴尾巴尾巴 跟我扣我這台車 是完全沒關係 完全沒關係啦 因為我在這台車 也不是新啦 這才幾萬扣我的車而已 你扣 沒什麼意思咧 沒有啦 因為我可以講 你說你是受害者 我這樣 我在我的立場 我也是個受害者 對不對 你不能說 他說 什麼車子你的 然後他當初做他的 對 那所以你是確定不還我 對 我跟你講啦 他可能就是他媽的 那不然是騙子嗎 騙子是 他跟你借款是你對他 他跟我租車沒腳錢 也是我對他 對啊 對啦 他跟我是不是沒腳錢 那並不代表你能牽我的車手啊 我對他 他對不到他 可是我當然就是對在車啊 我聽到你的意思 但是這樣 大家有一個默契在的吧 因為我們重點 因為你們要賺利息 你們賺 那沒關係 但是 車行的車餒 因為你這東西說出去 沒辦法這麼想 差不多 差不多10天左右 今天不要拖 今天好啦 我們盡量把這個東西 你車還我啦 看要怎麼對他 你去對他啦